经典啊,包括在新山而已,你就能够去到一些 蛤?你是新山人吗?你现在没有听过这个其中文字的 很多时候没有听过新山到底有很多好的地方 所以听完这一堂歌,我相信下一个如果来新山的朋友找你的时候 你就告诉你,来新山找我就对了 要有这个好的戏的话,一定要跟接下来讲的是Darren的分享 欢迎他,Darren 很深是留业做包车服务 就是我经常服务的就是新加坡客,台湾客,中国客,印尼会比较属于亚洲的人 当然澳洲那些也是会有 然后我的服务,最基本的就是新山再去新加坡机场 不然就是那些印尼客人,他们从新加坡机场下机 就要来马来西亚,新山,即是基隆坡,甚至到槟城,都会用他们服务 然后Shotocon很厉害 它这里可以有吃,住,醒,玩,都可以在这个平台里面找得到 然后据我所知,因为其实我对Shotocon还是很初级的认识而已 然后它里面可以找到这些平台,然后跟它合作,在里面找到一些 甚至可以从这些平台里面,会找到我的服务 也可以直接找我的服务 因为我们的平台,我们同时是有新社制造 就会跟这些平台就合作 然后像Acoda,Hoping.com,其实我们都有入住进去 像中国的邪层,淘宝等等,我们一起服务出去 全部都有,所以一找到,它就找到我 然后一般我观光客像之前的讲师,他们都有介绍到 在Shotocon里面就可以用Shotocon找到这些包车,甚至酒店 可以节省你们的那个花费,然后再把花费赚成,赚成点数 然后刚才那个是观光客,通常出差的话,我们就只是找工作地点 附近美食跟酒店而已,然后一般车就不用 像台湾朋友们车来找我,我就free service 哇! 交通就免费啦,因为他们是出差,朋友来找很多 一样啦,你们可能会有人来,都不会收社费啦 可是你们可能会用这两个平台来帮他找他要的东西 然后我本身是喜欢文化深度理由,我本身比较喜欢 我就是老套 老套,老套,老套 然后我也是自身的师党,欣赏啦,欣赏跟马六讲 然后吉隆坡,可能这里的吉隆坡有并称语报的,我不敢讲 不是个西山,我是低头蛇咯 我们在世门,我们也都不够了 酒店跟民宿呢,也可以用刚才Sereen介绍的那个Google 找那个位置,跟你要去的景点,做一个调查 如果你懒惰的话,你找我 你可以直接找我,然后我就可以说你要去乐高 那么你就要住在冰档 然后或者是你要去丢曼,那么Sing 那么你就,就不可能会去住一个很远的地方啊 可能就,我就说,星山随便一个Budget Hotel 然后明天早上就,就开车过去,就OK 可是如果你可能,可不可能在抵萨路玩 然后我有遇到很多客人哦,他们是要去丢曼 可是酒店就停在星山 然后,我会碰到,可以取消就取消 如果我可以取消,我就,就我Budget Hotel 给你很多意见,要住怎样的酒店,干净度服务等等 我都可以,你方便可以的介绍 诶,诶,诶,关键找别人啊 然后,我们刚才,讲的全部是出国外 然后,出岛 现在我们会把,如果有台湾的朋友,中国的朋友 如果有,印尼泰国,要来玩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用到我们 我们的食物就比较不一样 对 你也这样办啊,这些其实是地雷 这些其实是地雷 这些其实是地雷 就对于台湾人,中国人,你给他吃掉东西 其实你是在乘地雷 我是不会带他们去吃这种东西 因为南洋风味的那种香料味道太多 云吞面啊,这个也是地雷 对我们来讲,可能是天天早上,OK吃 三餐都可以吃,可是对台湾人来讲 因为他们的面条关系 他面条,泰国人也好,中国人也好 我曾经带过一次香港人去吃云吞面 是港澳的云吞面No.1 我带香港人去吃这个云吞面,他就说 你们的面怎么是黑的 然后,他就跟我说,你们香港的面是怎样 这个也是云吞面,他说我们的是广的 然后我就说,我们比较少吃都减水味 诶,香港的云吞面是吃那种煎水味 很尴尬,我不吃这种 所以这个也是地雷,就不吃 印度煎饼,可以啦,可以去吃啦 如果他也是尽量,我会到现在 周秀节来,我都还没有带过他去吃 我,我还不敢 这一个,我会不以怕吃 周围,周围,周围,周围 我应该说,我们是不是很正常 上次遇到一个营养师 他就跟我说,有没有杀菌? 有没有杀菌? 我,我就现场,每次来玩一次吃感 可能还在 有吃,你看不起 然后,男生多吃,你跟他说 上次你跟美国来了,他也是不敢吃 我也是比较吃 吃,然后,你拿小胖子那点点点 这个,这个我就比较推荐 这个是比较偏潮州的 有清胖的 有干烙的 这个,吃就比较不确定 没有问题 所以,在有 外国客来呢 我在吃挑选方面 并不是说我们的舌头吃好吃 他吃就肯定是好吃 因为,泰国 太多不一样的国家来喔 我们,因为我比较专业在包车 所以吃那边,我真的很小心 香港人啊 台湾人、中国人 三个都是黄皮肤 敷衍 真的是,会打枪 这个,香港点心 我也觉得 中国、台湾跟香港 香港还可以接受 可是,你带香港人去吃点心 你就是给他打架 你带台湾人去吃点心 他说你早餐吃太有力 你带外国人早上去吃点心 一样地的,一层已经爆炸 他死掉了 可是,如果我们带一种人可以 一种人,我们带这个复刻 去百分百他接受 那是新加坡人 也是出国啊 也是出国啊 是不是 没问题啊 对不对 好 好玩到 好心喔 武林秘籍 好 OK 这个大家懂了 美国来的 咖啡 美国来的 One please Competition 好 来,有莫来的吗 你懂 我知道 我可以到来 你可以到你去 好 刚刚开始 还有谁 就Competition 这个咖啡哦 我们美国的咖啡 跟台湾的咖啡 就不一样 我们马来西亚的 我可以很测读 我觉得不差 就偏就好了 对不对 我们先说 连锁店 因为有时候 连锁店 他们会觉得 连锁店的 就一般般 可是又连锁店 好像没有武器 其实也不难 我们的连锁店 也不难喝的 如果你要说好喝 就Competition 我个人认为 心脏 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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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分别是什么 我做旅游包称 我通常 带客人去吃 某样东西之前 我会先给他 拿一个抢心灯 什么的抢心灯 就是我会跟你先说 这个东西的 算盈補了是什么 等一下你大概到 那个点 是到哪里 像这个人讲说 这个会带股 会带田 已经有一个西米武术 然后去喝的时候 他只有认同 他并没有说好喝 或者不好喝 但是有点苦 跟这个 聪明 跟这个咖啡也有点苦 要甜 真的是比较甜 越南咖啡 又苦又甜 所以我放哪里 所以我放哪里 第一次 越南咖啡 我觉得 你去换股业 你喝他的普通咖啡 那你去抢股业 抢股业 可是如果你要想喝 这种 又很甜 你可以去换股业 喝他的越南咖啡 我觉得 喜欢追求重口味的 可以喝这个 我闻什么不喝 喝这个 这个有差 真的 一般的咖啡 你看他喝放末 为什么这么多 你该去喝 为什么这么多 放末 哈 他用那个搅拌机 用搅拌机 我们一般知道 咖啡店的咖啡 就是用那个茶袋 把咖啡粉 咖啡粉有研究 居然的咖啡粉 麻布的咖啡粉 心上的咖啡粉 他们每一家的咖啡店的 咖啡成分都不一样 所以你家外面的咖啡店 是这个味道 那一家的咖啡店 是那个味道 所以他们有他们 专属的味道 然后他用什么 咪咪 我也不知道 重点 他在放那个咖啡的时候 我们一般看到咖啡 就是拿那个咖啡袋 然后倒那个热水下去 用目测的方法 看那个咖啡的浓度 这是专业的咖啡 所以为什么咖啡 会是透明的杯 然后他睡一家 泡了目测过后 他觉得浓度够了 他就把它倒进那个搅拌机里面 不管是热的 冷的 都一样 他就会打到厚厚的泡沫出来 我还有拍那个 那个叫什么 宝银 现在的APP很厉害 我就会打那个套墨 加那个影片下去 那个套墨会冻 那个套墨会冻 我冻出来 不够在我的抖音里面 可以进去追一下 然后我就觉得 我们的咖啡好像很厉害 OK 这个 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讲是 吃过 有油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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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人肯定吃过 可是如果是外国人来 可以给他吃看 他们有吃油条 看中国的 台湾的产品 有油条 有油条 里面有油条吃过吗 里面有那个 salad 你吃饭没有 所以你可以推荐他 可能在 就便宜又好 然后这个 你可以去采看他地雷 我一般会去采看他地雷 是谁的采看他 我通常去到那个 Toffeele Show 喝了咖啡就走 我 我会给他们吃这个 我自己也怕那种都是痛 肉骨肠 顺发 它虽然是连锁 可是 它还是有它的精髓 因为顺发肉骨肠 品质保证呢 它的那个 水龙酒鸡啊 它的 光标鸡啊 这个 它的乳酥啊 我觉得都不错 然后如果在 中国 香港 台湾的有些吃都OK 都可以 然后一般我会叫 一人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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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四个味道 然后喜欢吃的都不错 有一次我在 带这个 吃肉骨茶 这个 中国的 北方跟南方的茶 茶 南方是广州嘛 广州跟我们比较接近的 喝汤 不吃肉 北方 不喝汤 吃肉 我们 带 带人去 我们啦 自己去吃肉骨茶 吃完 一半 老板 加蛋 对不对 然后 南方也是一样 还有吗 有 加蛋 没问题 有一次我带北方 那个肉吃完了 汤剩一锅 那实在蛮牛强 那个老板过来 有点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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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真的那个颜色 那种很尴尬 所以 比如说我们带不同 国家的 会有不同的 那个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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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还有 肉骨茶没有了 还有有有有 这个 米粉吗 没有 在哪里 新山你们都没好吃肉骨茶 哪里 抢季 还有呢 新山人 新山人 淡杯 淡杯 那个那个 炭鱼 炭鱼 对不对 还有哪里 华美 华美 华美传统 挺外挺外 可是我会介绍这一家 银剂 然后有时候 客人来像中国人来 你带他去吃肉骨茶 真的就肉骨茶 真的就肉骨茶 我觉得 又是另外一种尴尬 他看着那个菜单 就真的是肉骨茶 他就这样看着我 我就会带他去银鸡 银鸡 银鸡就有这个 这个刚才这个是 白肉蒜泥 ok 好啦 这个是他的 这个是那个 这个叫什么 墨鱼 墨鱼 炸了 炸了 所以我去这个肉骨茶店呢 我不会叫他肉骨茶 哈哈哈 我不会叫肉骨茶 我会叫他这些 周边菜都不错 然后我会特别叫这个 干肉骨茶 并不是说 台湾 不是 并不是说 巴生才有干肉骨茶 我吃 这一边的 名气的干肉骨茶 也特别特别好吃 我一般不叫这个 我叫松肉 就很厉害了 然后这个 哇 一个人可以吃两只 哦 哦 这个鱼 鱼 这个是很 很普通的 十二块一面 便宜又好吃 这个什么鱼 十半 一半就十半而已 便宜又好吃 所以你去到这一家 你可以不叫肉骨茶 就直接 吃一碗的东西吃 这个是 周秀我现在来 我还没带过他去吃的 每次来 我有跟他爸一个次 你可以来多少次 我就不会让你重复那个鱼 每一次都好吃 对不对 我有重复到一次 像刚才 没办法 哪个重复到 有一点 自己打自己了 哦 还有福建面 哦 我们这边也是十两次 这个 有 啊你有 没有啊 有 还有一个啊 啊你有 哇这个没有 这个是吃才能炸的 还有福建面 他的福建面的 猪油渣味到这边 然后他们福建面 也就要等二十分钟以上 最少 所以要等到闷 然后他的这个 白斩鸡 上次有一个吃很多 我忘记是谁了 啊小眼闹闹 他很好笑 肚子饿 肚子饿 我吃一下 你吃 肚子跟嘴巴在打架 小眼闹闹 很好笑 对我吗 我这一家我就推荐你吃这两家 你要教一些青菜没问题 OK 这一个在美乐 美乐 你这边有人说吗 他拍当 这个,它是一般的热炒店 一般热炒店 银骨盖,有没有吃过炸的? 没有 没有吃过炸的银骨盖 这个银骨盖,厉害 这个辣椒,不要挑战它,沾一点的 台湾人直接不用沾 下人,你不要过说你很厉害吃辣 不要嚣张,我跟你说 我没有看到它的照片,这个是它的招牌 螃蟹焖米粉 通常旅客啊,像KL的 银骨盖了下来,你怕踩地银骨盖,你带来吃一条 这一家吃,螃蟹米粉差不多了,它不会口水不好吃 因为吉隆坡跟银骨盖都很麻烦 你知道吗? 不是吃一样的,哦 不要踩地银骨盖,你吃这个 是它的菜色,可以吗? 它的螃蟹米粉 这个好吃 好,按口罩 所有在现场 诶? 诶,小语,这个,这个,这个 那个,那个,那个,肚子饱 很可爱,很可爱 好,还有介绍很多很多,我就没有介绍了 我就会可能,下次还有机会,我就会来继续介绍 说来,好,很可爱 好,好,好,好 我给你老锪盖就是不够的人 看得到最后 就来这个啊,他敢吃,他肯定好 就是一个小鲜 其实是,超自大地的 这个其实也是 为什么我会挑这三个出来 因为他有那个蝦膏 我们新山的蝦膏还好 如果你大概去吃冰城 冰城会跟你很嚣张 我们这种蝦膏好吃 我们的蝦膏是最純正的 可是外国人来我吃不好吃 因为太重,我是新山人 我去冰城吃都不是很好吃 所以我的美食介绍 饿了吗? 给我电话,下次可以打给我 谢谢 OK,非常谢谢教育的分享 让我们的晚餐多了很多的想象和选择 对不对? 好,那真的是他没有留到电话 我觉得视讯要把它就要留下来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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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教育的分享 那听过三位教肆的分享呢 接下来的讲师呢 他算是我们的亚伦讲师咯 OK 他叫June 他叫June June他本身呢 是一位家家创业的妈妈 也是做过一些市场行销的 那他教我们怎么样如何去聪明去规划这个消费 而且刚刚上一讲师呢 布月娥总有提到 我们的品牌的Shot.com 能够在上面 能够有很好的一些好看给你分享的 接下来呢 由他来精彩地跟你分享 怎样能够成为一个聪明教育的一个消费部 我们欢迎June 谢谢大家 下午好 好 好 感谢大家 这下午后共来听我们的一些小分享 那我先简单的做介绍一下 我是June 背景是新校 目前是在家创业的妈妈 那我很喜欢领袭 因为我们都觉得每次处有 我就会跟着家认识我自己 会觉得 我们的想法好像又改变了一点 那我就很喜欢带我孩子一起去旅行 这张照片是我们在Belvin的时候拍的照片 那时候我孩子就很喜欢Belvin的大草原 然后我记得BeeBee说她很喜欢Belvin 真的是很好玩 那我每次因为每次都带孩子出游或者家人出游 就会需要花很多钱 所以我就会仔细地回报我所有的层层 当然我就会参考其他Belvin的分享 然后我就会研究她的路线 她的路线是否适合我 就好像Darren这样子 她就会知道 谁是适合什么样的路线 适合这样子的旅客 所以我就规划我自己的路线 我也是很爱吃 所以我就把当地一定要吃东西也放进我的层层里面 因为我觉得当地的食物其实有它自己的文化 所以我们去到那边吃的时候 也要把文化吃进肚子 然后好像我现在一场旅行 我就想要去POP 因为我就会去Google一下 到底What's the best time you visit POP 就是因为你不同的时间 就好像该实力说 不同 在这地方有不同的时间 你是不是想要去存 存在存在哪一个心态 那我也会准备一些旅行的小房门 好像SIM卡 Wi-Fi 8 或者是好像该随便介绍的Google Map 或者是一些App 然后还有旅游保险 我为什么会一定要买旅游保险 因为对我来讲说是一个保障 因为想当地我哥哥 在澳洲的时候就是因为存货 然后才需要直升机 静止的散摘它 如果没有保险的话 哇 花费好大 那我当然也会带预养品 因为我觉得我已经花钱出去了 我当然不喜欢你自己 还是我小孩都会生病 所以我也是会带很多营养品 就像刚才嘉伟有介绍到 这是一定要的 因为我小孩如果出去旅行 他没有一次喝水啊 然后吃到均衡 食物不均衡 营养不均衡的话 他其实会很容易发烧 会不会去带一些销素啊 你会吃啊 确保大家都不生病 然后开开新兴的Android这个旅程 那当然我们要拍很漂亮的照片 我会带我女生需要的化妆品啊 化妆品啊 除此之外 因为我带很多人一起过去 我就会比价钱 先从我的机票开始 因为我觉得机票其实是 花费最多的 就好像刚才 Seryl有个人讲 机票其实占了900多块嘛 所以我就会 Xpedia和Valaysia 因为我刚才加了一个 我会比较 我的Short of Coeur网站 然后因为它 每一次的行程 我每花出去的一半钱 都会回到我宝贷 通过这个网站 所以我会比较 Budget 和Full Korea Flight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 我last trip去Groop的时候 我check gave a shot 他说 还没有发行李到前二 把我行李要签示 那我们趁Volation Airline的时候 大概一样的 只是多一百块 这样子选择下 你会选要Budget还是FuKorea 对咯 因为它是广丈高费 它就可以让我 完全好好比较 它会Budget和FuKorea 都比到我 第二个 你会花我很多钱的 就是酒店 所以我就会在 三家不同的 酒店 订的 网站来 订一下价 那你可以从这边看到 其实每一家公司都给了 2%FuKorea 这个FuKorea 它有一个FuKorea 它是一块钱 那是今天 我订了五个网站的 酒店 一个晚上是100块 所以200块 就等于一个晚上 就会拿回4块 4个ShopKorea 5个网站就是20个ShopKorea 所以这个20个ShopKorea 它就等于马蹄 点击到一个层住的过后 它就可以让你换一些 我生活上所需要的东西 好像洗髮水 头红啊 那我本身是比较喜欢 用Agoda 因为你看 其实Agoda以前只是Hotel而已 可是最近它加了一个Agoda Home 因为有时候 你还有跟带妈妈一起出去旅行 所以你需要很多的房间 住Hotel就很不划算 所以住在Agoda Home 就比较很多 比较容易 而且它可以让你选 然后Budget还是Luxury 有它可以非常 Hotel rating 还有那些其他的Centary 就看你想要怎样的整件 那我很喜欢就是 我除了让我赚到ShopKorea之外 它也是可以Agoda自己本身 也给回了我很多的回贵 你可以看其实这个园图 就是回共赚了美金 记得到贷款 然后我现在还有16块美金 但等于马铁一个是7块多 其实看 我的这个redeem是300多块 300多块它其实可以让我们 免费住个晚上 所以行事很好 那另外一个 占很大的消费 其实我觉得交通也是很重要 我自己也会在KKT 跟Centary Relations里面比较 我比完加过后 我每次出租的时候都会比较 可是每一次我都 只会在Kedong买 所以我觉得它比较user-friendly 而且它还给我2%刷款 那我上次去日本的时候 我就是从机场 就订了这个Forkure Skyline去到它的市区 我刚才记得有个朋友 也是想去日本对马铁人 嗨 你可以买哦 还可以 我刚才去泰国也是用这个 哦 很好耶 我觉得这个很方便 因为它其实这本交通很贵耶 所以我自己因为我知道 我几多早天会在日本的Pow City 我就会 我觉得你可以自己选择 24个小时 还是4个半 48小时 还是72个小时 我那时候就 三天会在日本的四种行 我就拿这个 它是unlimited的Pow 所以 因为日本的那个地点 呃 太复杂了 我只想去relax而已 我根本想要找他 我根本想要找他 你一开始我根本在迷路 你知道吗 我不是觉得 而且从一个站去一个站 你需要走好远 才能够他转的站 所以我觉得好烦 而且还好 我买了这个 我们买了这个 它又让我们等得很不及 因为它是unlimited 他72个小时 18块CB 我觉得很滑顺 嗯 那时候我就给他感动了 我就现场就找到这个 然后就导入了这个Apps 这个Apps很好 因为他可以有不同语言的选择 嗯 嗯 最好就是 哇 你只要 告诉他 你要从哪里出发 然后 你选要去到哪里 然后他就给你讲 多少钱 要需不需要转站 是不是很容易 而且每一个站都有自己的关怀 我大概算了一下 这样子的站转的站 是170 烟是等于 呃 星际两块 所以如果你买那个Unlimited Pass的话 他是不是很省钱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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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我直接有说嘛 依然我们找那个SIM卡 或者是WiFi 可是经过很多次的出游过后 我就觉得WiFi很 很麻烦 因为你肯定有手机 有相机 要照顾 然后又多照顾一个WiFi 的话 我觉得很 有时候那个充电的地方也不够 所以我们会选择SIM卡 而且SIM卡的好处就是 如果我们一大半朋友 不油的话 你朋友A要去 朋友B要去吸 像我们不需要 在一起 WiFi也不需要大家一起 对啊 所以SIM卡是个很好的选择 但是比较 我还是 虽然我很喜欢在Keroop 可是到最后 我还是继续在Keroop 可是到最后 比较 因为我要确保 我花的每一份钱是输得的 是 是划算的 所以你这样子看 其实Unlimited Pass G Data 是20多块在Keroop SIM卡的 然后PK Data 有385块 所以我就觉得 哦 好划算 我就买Keroop了 那 就好像只有我说 保险SIM卡 他其实是买个 土地之前网站 所以如果 我都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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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西亚出发的话 我都会在马来西亚网站 买这个 MSRG 一样的 才是我的2% 香菲 确定你是从马来西亚出发 才从马来西亚网站 如果你从新加坡出发 因为 新加坡的朋友 其实很习惯 就是从新加坡起飞 所以新加坡起飞 所以新加坡起飞 没有两种选择 一个就是 Aliens 他有给到6%的 cashback and you think 他只有2% 为什么在 马来西亚是 小话 新加坡是 cashback 是因为政府的 cashback 所以 cashback的意思是 你可以直接 打到现金 你看 你的现金累积到 20块新费 他就可以马上 transfer去你的 bank 所以我觉得是蛮好的 最近我的朋友就说他想去香港旅行 就叫我帮他找一些香港的日本票 我觉得K-LOOK好广 我说你在K-LOOK找这个 NOMPAY 360 你就可以直接上去下来 你不用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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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而且你买了票 或 他跟柜台是直接让你说 你online不买的东西 你就直接去到那里面就好了 然后还有那个 三个一定要去的地方 也是有不同的选择 然后 三秒必去 如果大孩子就要去 迪士尼兰 所以还是不同选择 我真的建议买好 那个 那个吃饭的卷 因为我当年去的时候 好像还很惨 因为 上海的迪士尼兰 我就不知道了 可是我觉得方便 创建的话 我就先买 K-LOOK会比较安全 然后我才发现到K-LOOK 可以买到点心 可以买到餐券 可以买到餐券 有 因为他早上的点心 在15块 新币可以 有这些的手币 有是不一样吃的哈膏 修麦 这应该是联绒宝 还有那个 应该是马来搞 然后他还有 4-6个人的午餐的点心的选择 而且他可以说 还可以帮忙预约位置 然后还有晚餐 我觉得晚餐好划算 2-8个人分 还25块钱的许票 可以买到金币 然后你可以再买一些 买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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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买 买买 买买 买买买 那我每次就很常飞台湾 因为 飞台湾的时候 很多人就跟我说 我好想要这次冬离书 我好想要这个老小阿哥 可是我都没有时间在台湾 所以我都会选择 在台湾Airport可以 pick up的这个办手里 因为你买完之后 你不要进来你的券去redeem那个东西 然后客那个服务员 就会把你打包好 然后直接带来给你吃就好了 除了凤林书 还有这个蛋卷 它的蛋卷跟我们当地的蛋卷一样的味道 然后还有这个牛扎塔 我非常想吃 我自己觉得还好 那我知道 我觉得常一定要买的 必买的就是那个 登班面 那我外面买真的很难找到登班面 所以你在天后买 然后直接在机场订用 领取的话 超方便的 那到底你们一直在讲的是 整样的一个网站 它其实是让我们可以一边滑 一边转心 那你想一下我们 我刚才移路下来 我其实没有自己费借多少的小块 如果我带一家人出门的话 所以我自己在那里说呢 如果日本的话 我们有个朋友的 单单只是那个交通牌 那个72个小时的话 大概多少 18 18 20大概 大概几个小块这样子 所以这几个小块累积累积的话 我就可以换我想买的肉品了 对 所以你就可以去到那个 my.shop.com 斜线你朋友的店 然后它里面有很多的partner store 就是刚才我介绍的东西 都是在这个partner store里面找到的 可以看到很不同的 简单 有便宜啊 有computer啊 所以我就会去到travel travel的时候我就会看到 哇好多刚才 呃 教会介绍的那个pacash 啊 我的agonda啊 puttings.com 所以很多知名的品牌在里面 如果你们喜欢那种lustiary的hotel 你可以直接去iHG这边clic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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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所有东西 只要你先 你要对自己两集这个点数的话 首先你要先注册一个免费的账号 你只要填写过后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可以带你来的朋友 那我觉得 嗯 因为我很喜欢旅行 我觉得有效率的处游 才能不断的继续我 每一个等下一个的旅程 嗯 下次我分享 谢谢 谢谢一种精彩的分享 那经过了四位讲师 一个精彩的分享的时候呢 是不是软起我们那个去流 有那边欲望的熊熊的果 看看有没有的女神 有没有说 我就是要去玩 今天我在分角 所以有事以前 我一定要去很多很多很多地方去玩 吃很多很多东西 对不对 我们的意志能够决定 让我们能够征服 只要有什么 钱的时间啦 还有什么 健康嘛 对不对 好 所以怎么样能够让我们再透过这个平台呢 送你家费其他背后呢 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商机 让我们可以赚到更多的收入的 所以我们虽然不处电涨 像我们家的这么高分享的 我们都自制的对于电涨 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 一些机会呢 能够赚到一些额外的收入 所以如果你要进一步了解这个商场的话 可以来问到代理的朋友 来来来 了解一下我们的商机到底是怎样的 那预告一下呢 接下来又有两场 一场的活动 是在12月2号 12月2号呢 我们办的活动呢 是教你怎样呢 并且在去旅游的时候呢 再自拍能够漂亮一点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保养啊 对不对 所以保养很重要的 我们在成为一个王子前 所以我们11月2号来学习一下 怎么样能够做一个很好的保养 我们会邀请到我们非常资深的 就是后面有一个Ami 她呢 她是一位至上的美容师 给一个打招呼 12月2号要看到她呢 怎么样能够叫我们 怎么做居家的保养 就能够变成一个居家的王美 对不是一个成长妇女而已 很漂亮的 她这个时间留下来 那最后的时候呢 我们讲 请大家呢 拿起你的手机 来填一张问卷 对可以先用扫描 这副画科 花三分钟的时间呢 我们简单的调查一下 我们今天的一个活动的一个比较 为了帮助我们能够 更好的办下一场的活动 需要你的这个了解 也我们可以去点 好